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对你很失礼吗 你看 我可是个绅士 不会动作 我只是想跟下一位吃个饭 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Loris 算我求你放了他 他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有什么冲我来 不要在人家面前逞英雄 Tommy got some gum 夏远 夏远 其实我一直都很欣赏你 不过你这次真的让我很失望 思琪 我有话想跟你说 乔斌 咱俩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怎么了嘛 刚在饭桌上不是还好好的 你怎么总是那么幼稚啊 我拿在饭桌上是为了不扫大家的兴 并不代表我和你有和解的意思 那那那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吧 这不是你知不知错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你并没有错 只是我不能接受罢了 那就像是我喜欢喝可乐 你喜欢吃鸡胸肉 我们两个都没有错 只是太过于不同 你有听过一首歌吗 我站在你左侧 却想隔着银河 咱俩这中间啊 隔着银河呢 银河 是你啊 大叔 是你啊 上次四海滩都快留你 还没好好谢谢你 没事没事 救人一命生造七七浮屠嘛 对了 你身体好点没 好多了 那就行 你也是来音频的吗 让我猜猜 你是不是也看着了高兴这么一说 不过 你是不是没有具体看要求啊 人家说了只招收女性 而且还有年龄限制呢 哦 什么 我可能没注意 不过没事 你就当来见见世面 这么漂亮的别墅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 我现在还挺紧张的 怎么了 你看啊 这都是女孩 我还以为这是选美现场呢 你说 这老板招聘助理该不会是幌子 其实 他是想 大叔 人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今天的菜 是专门为他做的 对啊 阿卉说没有吃过地道的中国菜 所以我就特地给他做了 让他尝一尝 他挺喜欢的呢 你们还聊了什么 聊了很多啊 就是聊聊他跟许会长的矛盾啊 然后未来规划啊 人生理想啊 很多很多啊 还有呢 你问这些干嘛呢 他都跟你表白了 你不跟我说说啊 那你有什么想法呀 我应该有什么想法呢 你你有什么想法 我怎么知道呀 反正我是觉得不太配 你